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布的数字就显示 在过去24个小时内 上海新增了5656名无症状感染者 比一天前又增加了近1300人 与此同时 连日来中国互联网上 陆续出现了上海市民求助的贴文 上海浦东区一位妈妈3月28日在网上求助 她说家中的老人一天前确诊 随后她和两个月大的宝宝也验出了阳性 宝宝发烧39度 一直高烧不退 她打给120 三个多小时过去了 也没给个说法 令人心急 这个帖子24小时获得了近2.5万次的转发 大纪元记者在29号下午致电这位母亲 获悉母子二人正在医院的隔离点 等待转运 这种隔离点其实就是医院的那种集装箱 触境恶劣 可想而知 29号一个点名批评海西居委会的帖子受到关注 内容是说 黄浦区海潮新村的一户人家 爷爷奶奶确诊后被拉去了方舱医院隔离 13岁的孩子独自在家 晚上发高烧求助120 之后下楼到小区门口等待 120到了以后说她情况特殊 要由居委会去联系医院收治 结果发高烧的孩子在冷风中坐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倒在地上 直到发铁时仍然在高烧 却找不到收治的医院 中共的防疫手段也让上海抢菜 也成了热搜词 宝山区故村镇居民万文英29号对大纪元表示 她所在的小区封了4天 家里一点菜都没有 生活陷入了绝境 人口2500万的上海 这次创下了古今中外历史上封城规模的记录 美国之音发文说 2020年1月23号 人口1400万的武汉在长时间隐瞒疫情之后 突然宣布封城 创下了记录 有位当局辩护的人说 那是因为事出突然缺乏经验所导致的差错 但在上海也宣布封城之后 这个理由已经无法解释中共为何奉行这种不人道的举措 人权民主活动家慎雪就此做出解释说 坚持所谓的清零政策无疑是对出于独裁权利的爱好 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清零政策 中共还可以顺便推行对国民的监控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确信中共利用这次的疫情 很快地形成了一个产业利益链 中共现在调整防疫政策也是困难的 因为它已经被这个产业利益链捆死了 俄乌谈判代表表示 29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说 为提高互信并为进一步谈判创造必要的条件 俄方承诺大幅减少在首都基辅和北部大臣切尔尼格夫周边的军事行动 当天美英法德义五国首脑举行了一个小时的视频会谈 白宫表示 五位领导人同意不会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 决心要俄罗斯为攻击乌克兰付出代价 并会继续向基辅提供安全援助 英国首相府也声称 各国领导人一致表示 在乌克兰战争彻底结束前 不会放松西方对俄罗斯的立场 对此有观点认为 美英等国不希望战争结束 想让乌克兰拖垮俄罗斯 历史学者张天亮教授不赞同这一观点 他表示 当一个国家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时 绝不是说撤军就完事了 他以二战为例指出 当时同盟国并不是将意大利 德国 日本 这三个轴心国打回各自国家就停止了 一定要打到罗马 打到柏林 打到东京 因为发动战争的政府 一定要为战争承担后果 所以在俄罗斯还是普京政府的情况下 欧美一定会对俄罗斯持续进行制裁 同时可能会对俄罗斯进行高科技的禁运 据法新社报道 此轮俄乌谈判中 乌克兰建议内容包括 宣布成为国际法律保障下的永久中立 不结盟 无核武器国家 对乌给予安全保障的国家 除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 还建议包括德国 加拿大 波兰 以色列和土耳其 安全保障协议需经全民公投 再由议会批准 没有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全保障国的同意 乌克兰放弃加入军事联盟 不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以及外国驻军 不举行军事演习 俄罗斯不得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乌克兰要求在两国元首会议上 正式做出最终决定 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梅丁斯基表示 乌克兰为达成协议提出的明确建议 将很快提交给普京并进行研讨 他认为如果双方达成协议结束敌对行动 普京与泽连斯基的峰会将成为可能 自战争爆发以来 泽连斯基提出与普京会面的要求 一直遭到拒绝 法光指出 尽管此次的谈判取得重要进展 但仍然停留在外交层面 在停火及俄方撤军问题上 仍然有大量的问题上待解决 因此估计战事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 美国参议院28号通过了美国竞争法 为该法案在众议院进行了协商 并最终通过打下基础 该法案将耗资2500亿美元 注入科技研发 为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全面抗衡做准备 前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郑宇硕表示 民主党的基本政策就是跟中国争霸 主要就是在经济方面 而且在经济的增长的过程中 科技的发展是最最重要 所以目前美国政府是打算 大量的补出基金 支持美国的工商业 发展高科技跟中国竞争 美国政府当然也认为 中国政府一直在尊贴支持 制作了中国的高科技发展 美国的私营部门因此就吃亏了 所以美国又在这一方面积极积追 那总体的意思就是说 中美争霸是在未来二三四年 产生了这个确定性的情况 那在这段时间 美国必须要在科技方面 维持它的领先地位 维持它的霸权 相信这个方案 虽然主要是民主党政府的政策 但是相当一部分共和党的议员 也是支持的 这个方案还有一部分 是针对中国人权的调文的 又彻底一个中国行政追踪和行动小组 来监管中国违反人权的行为 也提到给香港给新疆 多一点移民的配合 支持这方面的出事的议员 要展开有许活动 希望这一个条款 也可以在参众人员 最后表确的时候通过 时评人蓝树表示 中共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成为整个西方民主国家 未来自身后代生活方式的最大的一个威胁 成为人类的自由民主的最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仅仅是靠加强军事势力 去应对中共是不够的 所以说这个竞争法案 就是从一个战略的高度 把中共作为一个长期的威胁 一个长期的竞争对手 去看待 随着这种竞争法案的通过 中共将越来越难 从这个西方国家得到最先进的技术 它将越来越难 从西方国家得到他们的投资 同时很多的市场方面 中共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 得到很多的优待 中共在西方搞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阵透 也不会像过去那样 西方国家对他们罪而不管 俄罗斯发动入侵除了战争本身造成的破坏外 也冲击了农业大国乌克兰的粮食生产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警告 这场战争对全球的冲击程度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知罪 据美联社3月29日报道 粮食计划署署长毕斯利向联合国安理会警告 乌克兰是重要的小麦生产国 如今却因为农民得拿起武器对抗俄国侵略 导致无人耕种 粮食价格正在飙高 毕斯利说 在俄罗斯入侵前 粮食计划署为全球1.25亿人提供食物 如今因为粮食、燃料和货运费用上涨 该机构必须开始缩减配额 例如在野门 有800万人的食物配给被削减了50% 未来甚至有全面断粮的可能 毕斯利指出 乌克兰原先是世界的面包栏 如今战火下这个国家本国的数百万居民 却不得不为了面包而排队 世界也受到了冲击 其中又以从乌克兰进口的 85%的谷物的埃及首当其冲 乌克兰和俄国供应全球30%的小麦 20%的玉米和约80%的葵花籽油 粮食计划署约有5成的谷物从乌克兰进口 中国也难逃被波及的命运 中共总理李克强23号罕见的视察 农村农业不实 要求官员确保稳定的国内粮食产量 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 他强调 这对于稳定物价 经济和社会大局至关重要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 3月19号 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 最高指挥官沃特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正在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范例 讨论中共入侵台湾的对策 沃特斯说 他已经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奎利诺就此事进行讨论 两人会谈重点在于模拟印太地区爆发战事时的对策 沃特斯表示 阿奎利诺非常关注乌克兰的战争 因为这与台湾所面临的状况非常类似 所以他与阿奎利诺分析了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反应 希望有助于阿奎利诺在未来解决问题 另外报道还提到五角大楼的高层警告说 中共入侵台湾可能迟早会发生 美军相信北京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事和西方的反应 好的 以上是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感谢您的订阅留言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